誰知第五波疫情就令大家變成了一個網上音樂會的輸出 剛剛前幾天的網上音樂會有什麼體驗 又沒有觀眾了 變成網上觀眾,沒有現場觀眾 當時我們都發展到在留言區玩人浪、節龍 留言區玩人浪,在留言區一起唱 人浪就是一個浪,兩個浪、三個浪,我們最高是接到36個浪 一圈圈主持,阮兆祥,住情,天恩,總有一圈圈中你 時間了,突然間我們直播室的陽光戲很盛 有我們的四人樂隊,Tony Hello 有新歌,再見子痛藥 好,這首歌當然是恆仔作曲、中雪填詞、編曲是Tonic 監製是Tonic加Adrian Chan 先說說這首歌的由來是怎樣 這首歌的由來,其實是去年演唱會之後 其實我們都一直在樂隊房製作新歌 但是那個感覺就很患得患實 突然間可能有得做現場的表演 又可以跟歌迷接作 但是你的感覺上都不知道 甚麼時候會發生甚麼事 於是心情也很落寞 加上發生了很多事,我覺得自己很受傷 有一晚就在家裡寫了兩句歌詞 就是… 我再不奢想這世界給我甚麼希望 我只渴望對自己不失望 其實是,很疼的 其實那時候真的很落寞 真的很落寞 然後回來跟Tonic說 有一個這樣的感覺 我們就衍生了 嘗試療傷的歌會是怎樣寫的呢 於是今年很想跟多些不同的音樂單位合作 就找鍾雪說了這個感覺和概念給她聽 然後就將她現在變成這個… 她內裡其實是一種隱藏的痛 但是我們要學會怎樣去看自己的傷口 或者去跟傷口並存 那就不用再靠其他止痛藥 或者甚麼的輔助或麻醉去生活下去 大家擁抱自己的傷痕 那就繼續努力地生活下去 就是鼓勵別人將那些痛楚記低她 記低她 直視她 直視她 譬如我自己 譬如我扭傷或弄傷那些 其實我也不會吃止痛藥 因為我很怕… 這麼實際 我很怕你用了止痛藥之後 其實你不知道自己痛的 那你就會很容易再弄傷 我以為你會將另一個部位 會更加弄傷痛一點 所以就亡弱了這邊的痛 扭傷了左腳 就拍一拍右手的手腕 不是 要面對它 我想大家現在尤其是要去封鎖 究竟怎樣自處呢 究竟怎樣可以精神奕奕地繼續捱過這段時間 這次跟新的作詞人合作 找到忠雪 當初為什麼選到忠雪呢 其實是… 首先我有看《殺出的黃昏》 然後覺得真的很精神奕奕地 然後再想 我們四個剛才你們都說很陽光味 試試找個女生去合作 填詞會發生什麼事呢 一個撞擊 所以就一口咬定是她 一口咬定 幼弱一點的女生 剛才說到疫情 其實都很影響我們表演的事業 原本在海濱 又有過和周國賢 和一些新情人單位的一個戶外演出 誰知道第五波疫情 就令大家變成了一個網上音樂會的演出 剛剛前幾天的網上音樂會 有什麼體驗 又沒有了觀眾了 變成了網上觀眾 沒有現場觀眾 當時我們都發展到 已經在留言區玩人浪 接龍 留言區玩人浪 在留言區一起唱 人浪就是一個浪的icon 兩個浪三個浪 我們最高是接到36個浪 很團 我們傻仔幾個都好玩 現在我們又回到沒有觀眾的表演場地 就不習慣了 因為通常玩完一首歌 有些觀眾歡呼聲 或者可能歌中間 我們本身也有些平台 有些interaction 但是沒有了的話 始終的live都是差一點 因為我們經常都說 現場的演出 其實除了台上的表演單位 其實台下的觀眾都是演出的一部份 是的 你會因為旁邊的觀眾嗨 所以你會覺得正一點 站起來 沒有了是差一點 很希望快點可以有觀眾的演出 但我想問如果沒有現場觀眾 譬如彈結他 會不會變成 我都不懂得特意怎樣搖 會減低這些機會 結他solo的時候 很文靜的站在那裡 那我又沒有 因為這個是自... 跟隊友互動 兩個部份 一來就是專業 但二來就是我們在玩音樂的時候 其實也在享受那件事 都笑不免 但是很老實的 始終你有觀眾 你看到他們高興 你自己都會高興 相負相承 相負相承 即是我不高興 但也沒有人給我反應 可能真的會失去那麼多互動 但我仍然都很投入 沒有比較就沒有傷害 你可以這麼說 對,我也是這麼說 因為你這次覺得 做網上音樂會就沒有那麼過癮 但你會覺得 原來上一次 在九展十四周年的時候 那兩場的音樂會 挺可貴的 看到有歌迷的時間 跟人一起互動 回想一下 那段可以在現場表演的時間 我們都沒有... 真的一分一秒都沒有浪費 有得表演 盡情去表演跟他們玩 然後有些看表演就衝過去看表演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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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憐 很可憐 既然是我們那個... 上次的演唱會已經展輯好 混合好的話 不如就在那一天再... 大家不能在現場見 我們都在網上見到 我先試一試喝 是 但是主辦單位也肯跟你們瘋了 這個... 肯的 很緊要的 沒得不肯的 都沒辦法 沒得不肯的 沒得不肯的 沒辦法的 這次也是首次觸本的 因為之前電視台 某個電視台有播過 但因為電視台始終有時間的限制 所以有些內容我們都抽起了 但這次真的是觸本播放 但這段時候又沒有表演 大家可能都躲在樂隊的房間 大家做歌 但怎樣去維持那個士氣 讓自己沒有那麼消極 沒有那麼頹 有沒有方法呢 其實一直做音樂就是這樣的感覺 因為音樂其實是一個很好的情緒宣洩 其實對於我們來說 我們都很希望聽著收音機的觀眾 或者是會聽歌的觀眾 聽歌的時候 除了好像我們在分享自己的情緒之外 其實都幫他們去抒發自己的情緒 我們很希望Tonic的音樂力量可以做到這件事 蔡敬指同藥就是Tonic 2022年的第一首音樂作品 今年的自己的音樂計劃又是如何的 因為今年也是踏入第15週年 應該會有大事搞的 我沒有數 不過今年是真的有大事搞的 除了我們剛才 說說延頭演唱會 其實今年是有預算了 今年一定會出幾首歌 我和大家見面 但是幾首歌的次序 其實我們都會看回當時的情況 或者是我們製作的情況 因為其實我們製作 其實全部都八九成了 但是爭載就是我們最後 希望每一首作品出門之前 都沉澱一個時間 然後讓自己去再改進 或者看看哪裏可以再做好一點 然後這個氣氛好像挺適合出這首歌 那就再出 有預算出歌 但是沒有預算 一定要出哪一首歌 所以希望大家 希望大家都給我們一些feedback 看看我們今年這首《再見子痛藥》 大家覺得是怎樣的 然後我們希望 再有更快的更多作品見大家 但是主題是否都會走 《再見子痛藥》這一系列 療傷系是否會變成 希望是 因為我覺得 當這幾年 我相信大家都有些情緒 情緒第一件事就是可能我們上年的歌 講了大家的情緒出來 但是今年的歌 很希望大家可以和我們一起 試一下怎樣可以走出這個情緒 嗯嗯嗯 真的嗎 喂肥仔 梁葉在外面 聊天啊 就是求求音樂 就可以做到療傷和分享的作用 看我們的音樂 能不能得到你的分享 當然也要回饋給他們 大家一起可以聽通過音樂 聽完之後 給他們多一些意見 或者是一些感覺給他們 大家要互相互動 才會有更好的音樂出來 pontführ語 醬汗 有 聊怎麼 請 把音樂